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铭 据调查 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 美军应该直解赴乌克兰参战 这真的不是好事 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 美国坚持执行出枪不出人的政策 虽然有不少美国雇用兵前往乌克兰参战 而且有不少美国特征部队的人员 情报人员 甚至专业技术人员 被秘密部署到了乌克兰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 美国并没有正式的出兵参与乌克兰战争 这就给美俄关系留下了比较大的周贤空间 但是六月以来 乌克兰的反攻陷入了僵局 让美国政府左右为难 按照现在的局面发展下去 乌金很快就耗尽重武器和弹药 到那个时候 俄金就算不发起反击 战争也打不下去了 如果双方在如今的对峙线上停战 那让花了这么多钱的美国怎么收场呢 如果就此停战 欧洲国家迟早会逐步恢复俄罗斯的贸易往来 特别是恢复能源交易 就像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所发生的那样 这样一来彻底失败的 就只有乌克兰的泽良斯基政府和美国的拜登政府两将 为了挽救这个不利的局面 拜登政府会考虑选择正式出兵乌克兰吗 现在还真的不能轻易否定 对美国这些政客来说 就算是把国家拉近的战争 也比仓皇下台要好 8月2号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发布了一份民意调查结果 是一家叫做莱德菲尔德企业和威尔顿战略资行公司搞的 调查的对象是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 根据调查 有31%的美国选民支持或者是强烈支持派兵前往乌克兰 有34%的人反对 而25%的人无所谓 10%的人还没想好 虽然看起来反对出兵的人比支持的更多 但是差距并不大 如果发生了某些决定性的事件冲击了美国人的认知 那么无所谓 没想好的人可能就会转向支持出兵 拜登政府就具备了派兵的民意基础 更加危险的是在支持派兵的人当中 比较年轻的人立场可能比拜登还要激进 这次调查一共涵盖了1500人 其中所谓的千禧一代 也就是年龄在27到42岁之间的人 最有可能强烈支持向乌克兰出兵 年龄在18到26岁之间的所谓Z世代 有47%的人表示他们支持或者是强烈支持派兵 这就意味着那些没有经过冷战 在冷战后期还不到懂事年龄的人得出兵的支持力更高一些 而那些经历过美苏对抗的人就更加理性一些 近三分之一的59岁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派兵 另外有25%的人是强烈的反对 考虑到经历过冷战的人群在美国已经逐步淡出社会主流 所以如果乌克兰发生更加具有冲击性的事件 比如说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西方雇佣军被陈建制的消灭 然后再被媒体恶意炒作 那较为年轻的一代就有可能大幅度的转向支持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升级的前景能忽视吗 从拜登政府的角度分析 除了选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出兵动机呢 有分析认为俄乌战争的重大起因 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压力忍无可忍 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兰有一种理论 那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看起来强大善战 实际上对美国是很害怕的 在任何场景下美国对苏联的极限施压都是以苏联妥协而告证 从柏林墙到古巴导弹危机 再到核财军和冷战结束 美国的这一招是屡试不爽 普京在执政的前期对西方也采取了大尺度忍让的立场 虽然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出手反击 但规模都不大 到了乌克兰战争 意味着普京本人与俄罗斯民族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 就算战场表现不好 俄罗斯也不打算放弃 这说明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失败 如果美国什么也不做 那就证明了美国自己这种纸老虎的本色 如今美国已经在台湾问题上 部分证明了自己是纸老虎 解放军一再越过所谓的台海中线 进入台湾岛的牧室范围之内 美国除了叫让两声 送一些轻武器 仍然不敢陈落出兵 如果在欧洲方向上演同样的剧目 恐怕就没有什么盟国还愿意跟着美国干 所以全世界都要做好美国正式出兵乌克兰 导致战争升级的准备 当然了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如果亲自下场的话 俄罗斯必然会动用核武器 那就要看美国和俄罗斯 谁先眨眼睛吧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